走 我們翹班吧 有沒有最想在這個舞台上唱的歌 可能就是 可能我們第一個想到的 應該是我們自己人生的VGM 對 因為我每次都想 我們到底適不適合上音重 我們有想過這題 有啦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 那種 對 高亢的 我們比較有時候都是 很自由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在想 那我們就盡量不要拖累其他老師們 對 就是可以 可以弄出一個老師們能發揮的編曲 加上我們自己有點社恐 對 我想說 我要怎麼去跟他打招 然後怕他就很奇怪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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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是高亢人 對不起 我們只有三個人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有很多人就有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們只有三個人 然後樂隊叫 高亢人 其實要不要跟全國的觀眾 可以 可以 就是 這個名字其實就是 雲安跟他哥哥 對 然後在那個 在我家樓下的高亂 指的 指出來的 一個人指一個指 他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指 然後 湊出來的名字 對 這有點天選的感覺 因為包括像《批心待約》的《想你》 做詞人也是我哥哥 所以我們也俗稱高亢人的第四個人 是我哥哥 潘燕山老師 這樣子 然後後來碰到了全親 碰到了謙哥 然後我們最後組在一起 我們就叫高亢人 對 就是我們想知道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改編 或者特別的一些創作會帶給我們 我們基本上就會在 如果以前你讓那些歌它不夠Band的話 我們就把它變得很Band 或者是重新洗牌 洗成另外一種編曲方式 然後加入我們自己的樂曲 就是我們習慣的聲音的 聲音的感覺 像潘哥他的鼓的tone就不一樣 然後我彈吉他的tone不一樣 我們Vocal進去 他其實 就是我們就希望把那首歌同化 就是變成我們自己的 描畫成自己的樣子 對 淡淡也很期待就是看 我們要和哪位老師 對 會 怎麼講 工作活化又不太一樣 對 而且很期待每位老師就是 他們跟我們一起選的這些歌 對 因為對我們來講真的很信 我是說 這個領域就是 我們去 去專心的翻唱 一首歌對我們來講是全新的領域 對 對 在告無人的音樂當中 你們最想調達的那個態度 我們覺得日常跟生活這件事情 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希望 是以一個陪伴的角度去陪伴我們歌迷 那種陪伴是一種 你今天沒聽沒關係 但有一天你發現這個故事適合你的時候 你發現你中了 你喜歡這個故事 跟你自己的人生很接近的時候 你去聽 那我們會很開心嗎 對 可以表示我們有發生過同一件事情 又或者說 你可能長大了 對 有新的生活 可能你的人生的背景音樂也換了一個 也會換 那我們也覺得沒關係 就代表 至少我們在你那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有陪著你成長 當你聽到那個音樂的時候 你就會想起那個時候的樣子 像有一次我記得那個私訊 就說 告無人 真的好喜歡你們溫蒂公主的保安 然後我想說 你是說侍衛嗎 溫蒂公主的侍衛 他這樣講的也沒錯 對 沒有 你可以帶入你生活中任何一種形式 對 對 其實 但雖然說他還是叫溫蒂公主的侍衛 好嗎 跟正 跟正好嗎 他不是保安 對 但是就是那個感覺是那樣的狀態 沒錯 就是生活很重要 你在生活中選擇了我們成為你們人生BGM 這就滿是榮幸 對 其實你們都非常習慣那個 對 音樂節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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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能有一些鏡頭吧 對 或者是可能走位啊什麼的 對 而且還要注意一些就是 這首歌 因為可能會錄好幾次 對 我們只錄一次 哦 你們只錄一次 不會補 不會補 那謙哥呢 你覺得最大的區別嗎 我覺得對我本身最大的 這次最大的壓力其實是在於 我本身就是要去跟天賜的這個很專業的老師們合作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考驗 然後再來是就是場地的不同其實會影響聲音啊 然後影響你操作者的感覺啊 我覺得那個都是我們在每一個新的場館的時候要克服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玩 你們怎麼看待獨立一點或者那種大眾流行 我們好像從來沒有區分過小眾跟流行這件事情 就是喜歡的音樂就是喜歡的 喜歡的音樂 然後因為我們就什麼都聽啊 就是你 古典我們也聽嘛 你知道就是你的 你打開你的串流平台 遇到你的心情來看 來播音樂 可以陪襯你上班 下班的那個路 路程的時候 我們連白噪音都聽啊 對 像我們的歌單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音樂 從黑膠開始的1960那一年到現在2000年到千禧年的 然後各種各個語言的音樂應該都有 OK 有的時候你會給自己一點生活的儀式感那是好事 可是有的時候其實生活就是那樣很簡單 可以很簡單 所以我們很少會去區分說小眾流行這件事情 知道你們能吵一隻火嗎 我其實不知道耶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因是 我們是那個弟弟妹妹跟我們講 對 他就說其實你們的歌在那個抖音上面 然後就是他的朋友有拍那個小影片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真的嗎 他說那你們平常會聽我歌 他說會啊 就最近大家就是都會聽那個魔法標準這樣 我就好開心喔 我的弟弟從過來跟我說 哥哥 我同學都在跳你們歌耶 我突然覺得我自信心爆棍 真的嗎 爆炸 我真的爆炸 我受到我弟弟弟的尊重 對…弟弟妹妹嘛 因為原本就是 可能做音樂的時候弟弟妹妹 因為對家人來講 是一個很陌生的行業 然後我就想說就是 因為真的不好講 什麼 就是不好去跟他們解釋 如果我知道哪一首歌會紅 我現在就會去搞金融樂 我會搞金融樂 注意你的說話 對 我就是一個很… 挺重要的 理財專家 理財專家 就是你知道就是 這件事情不要去追求 所以我們追求的真的是 如果他可以在下班的時候 選了一首告人的歌 我們會很開心 對 我們會很開心 或者是他人生的 重要的那個大事 就是跟結婚 結婚先不要 結婚選告人 告人說悲歌不行 那個… 有第三張有… 不是…你知道有的時候 那個歌迷在那個… 我們唱唯一的時候去求婚 我們真的很害怕你知道嗎 因為唯一是一首很悲傷的歌 很可憐 就是我真的愛你 句句不輕易 你的不堅定 配合我顛沛流離 顛沛流離 顛沛流離 親愛的…我們… 親愛的…我們不能只看上臉 我們要看下臉 還得看橫批 對 現在要有請我們兩位隊長 分別上臺進行隊長演講 哪位先來 你選 你想讓我先來是吧 行 好…來…有請汪隊 幹啥 我要幹啥 演講 好的 唱出來 如果你是個演員 那你來唱 你就唱出來 那你來…你怎麼…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汪蘇龍 很開心見到大家 我這個隊就是… 我隊名字叫走心隊 來我這沒別的就是走心 就是走心 來了之後我們先哭一場 好棒 大家先教出自己… 先什麼 先哭一場 教出自己心裡最柔軟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音樂是柔軟的 沒有 我像石頭一樣 那我就要你 所以希望說在這個… 希望在這個隊裡有一些靈魂的共鳴的朋友 可以來我們走心隊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汪隊